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看美中台关系还有两岸关系 是面临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了 也出现了一些转变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上周四 在他的研究所就发表了一篇对台政策的讲话 当中是被外界解读为说是狠批中共的内外政策 却是力挺台湾的民主体制 甚至有人说彭斯的这篇对华政策的演讲 可以说是一篇反共宣言 而且他当中也提到非常多的历史上的因素 当然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两位历史方面的学者 就想从大家关注这篇演讲当中 也看一下这个演讲背后的一个历史的轨迹 包括他提到了这个当年美中的并肩抗战 也提到了中国的百年屈辱 甚至提到了韩战 还有也提到了苏联垮台 以及1949年之后的中共重掌政权 掌握政权 所以我想先请这个在线上的新浩年教授 你怎么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为我们来解读 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这篇对华政策演讲呢 新教授很简要的 好 很简单的说 彭斯副总统的讲话我认真的读了 我感觉到他明确的告诉大家 第一 那就是美国跟中国关系最好的时候 是他和中华民国的时代 那就是在中华民国创建前后到1949年 他和中国的关系最好 并且是并肩的战友 共同的反对法西斯 并且是互相帮助 在艰难当中赢得了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提到中华民国的国号 但是他承认在中国的历史上 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关系是最好的 是友好的 是战友的关系 这是第一 第二 他明确的说到 在中共改革开放的将近40年当中 美国是确确实实是支持了中共的改革开放的 我们中国大陆民间有一句话 如果没有美国人对中共的一再的输血 共产党早就垮台了 这个民间的语言 这是三十多年前就开始说的民间语言 可以说明美国对中共的帮助有多大 但是中共对美国呢 去采取全面渗透的办法 我生活在美国二十年了 我们二十年来 在美国生活已经感到了非常的威胁 为什么共产党无处不在 无恒不在 共产党的渗透 从美国的最高政治层次到普通的底层人民当中 特别是在文化 科技 民运 民主运动的种种方面 他们的渗透已经破坏了美国的许须多多的方面 这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 以致像我们这些追求自由民主的流亡人士 我们时时刻刻感到中共的威胁 而且中共也公然的威胁 比如我本人就三次被中共下毒 一次被中共绑架未遂 而且在台湾的所谓的民主运动当中 许须多多的通募 实际上起到了驾驭民主运动 领导民主运动 完全实现了中共的所谓愿望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彭斯总统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 我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24年的人 我了解这个情况 我了解中共的手段 我也了解中共在美国已经渗透到火等地步 好的 非常感谢新浩年教授 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 个人对于彭斯副总统解读 很抱歉 得打断你 我们时间真的是非常有限了 也想请这个抱歉 抱歉新教授 因为我们在台北的吴志尚教授 我也很想利用最后最后的时间了 请吴志尚教授也非常简短 从台湾的观点为我们来看 彭斯副总统的这篇演说 因为彭斯总统他特别提到了 台湾的民主体制 下面我就来听听看 彭斯副总统他的说法 来听副总统的这篇演讲中 提到台湾的部分 他是这样说的 自去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已经说服 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与台湾断交 专而承认北京 这些行动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 美利坚和中国对此予以谴责 尽管我们政府将遵守三个联合公报 和台湾关系法所反映的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始终相信台湾对民主的拥抱 为所有的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 彭斯他说台湾对民主体制的拥抱 给中华民族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 吴章教授你打一分钟来回应 刚才我们放了这段视频 吴章教授一分钟 他的道理是对的 不过他讲的时间不对 他这个道理假如用在20年前 30年前是百分之百对的 可是他现在此时此刻 国际情势那么复杂的情况之下 而且美国从川普上台以后 他自己已经否定了美国价值 美国价值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尊敬 美国之所以能够当自由世界的领袖 正是因为美国推动 长期以来推动的美国价值 而川普上台以后 自己到处三风点火 自己破坏了美国价值 今天他以领袖的身份 来批评中共 或者挑动两岸之间的关系 让两岸之间关系更恶化 这个是非常不治的行为 好的 感谢伍志章教授 我们节目只剩下 最后的两分钟 把这两分钟都留给两位来宾 做一个一分钟的总结 先请在线上的新浩年教授 一分钟 没什么可总结的 我记得你在提纲里面有一句话 那就是两岸关系 未来发展的命运是什么 是分还是喝 我想简单的回答是 三国演义里有一句话 分酒必喝 喝酒必分 但是我也想说一句话 分和都是中国 如果未来是和的话 您认为是五星期统一 台湾还是中华民国的 国企统一对岸 当然中华民国统一 中国大陆人民 光复民国是一定会成功的 到时候即使不立即统一的话 两岸都是民国 联合国都有两个中华民国 也不是一个不好的境界 那么它的趋势和发展 一定是中华民国民主统一 我这里所想多说一句话 不要忘记 今天我们的民主复顾运动 是包括台湾的青年在内的 台湾大量的青年在和大陆的人民合作 为中华民国的民主统一 为台湾的青年走向南京 在奋斗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假如去掉民主感情的话 两个很多问题都不好谈 那么我也希望大陆当局 能够活出悲情 因为大陆的外交政策 还有民间的气氛 长期以来陷入一种悲情的气氛之中 这个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 这个不管对国际关系也好 民间外交也好 都是不好的一个现象 我希望大陆现在要活出自信 拿出泱泱大国的风度 来面对这个世界 用自己的文化力量 经济力量 在世界舞台上 占一席之地 而不要好像一个斗士一样 把任何国际问题都简化成一种斗争 这种态度我觉得是不好的 谢谢各位 今天的讨论非常的热烈 谢谢各位 两位来宾 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博弈 感谢台北的伍志章教授 也要感谢我们在电话线上的 新浩年教授 参与今晚的海峡论坛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 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来不及观看我们听众的 观众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脸书 还有YouTube上面 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 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 写线Voachina 以及YouTube.com 写线Voachina 那么明天 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 是彭斯演讲 究竟是美中决裂的宣言 还是选举和谈判的策略 请您按时锁定 也别忘了收看 下周日晚 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凡东宁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 再会了